十一 会持续多久啊 按目前的情况来说 可能得持续观察一段时间 有的人会很快回数计 但有的人就 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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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王健云 别碰我 他现在继续要休息 您不要再刺激他了 好吗 我看见 我不刺激他 温婷 我是王健云 我是你的战友 也是你的同事 你连我也不记得了吗 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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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个时候别问他了 你们都出去 赶紧出去 赶紧出去 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当初 不听别人的劝 坚持跟他结婚 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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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会像现在 孤零零的一个人 直到现在 他还是为了我 这么寂寂忙忙地结婚 他是 他是怕我看见他 我会好好地过日子 不能给 雨婷一个完成的家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我 可是我呢 我却把她介绍 给了钟柏林那种人 你怎么想 你也不信 就往这样 这不是你的错 怎么不是 是我亲手把她送去的花坑 我也没有怪你 她从来都不会怪你 可她现在这样 不记得你也不记得我 我真是让她现在就清醒过来 我真是让她现在就清醒过来 过去天才就好了呢 嗯 对 从现在开始 我继续等她 你知道她好的那一天 不管是十年 二十年还是一百年 我都等她 我不会再让她 受一点委屈了 我要照顾她一辈子 你放心 你放心 没了问题啊 我会好好的 她们好 孙城长啊 这是咱们厂的快递 好 那你忙吧 哎 这个东西我看过了 这就是瑞克集团 告咱们华耀专利技术侵权 不是 他们是不是疯了 他们哪来了这个地气啊 还有我们侵权 我还就不信了 这没有的事 他能说出话来啊 杨勇 接着说 我就见过有人用我这招 为什么 这招会牵扯到国际诉讼 输了是要赔钱的 底儿掉的往里赔啊 那要是赢了呢 打赢了顶多证明你没有侵权 你可以反诉 反诉 厂长 银行打电话了 怎么了 银行说咱们厂涉及 知识产权的国际诉讼 瑞克发行给银行 暂停给咱们的融资 银行没办法 只能通知我们 融资项目必须停了 什么 这融资停了 我们还怎么扩大产能 那么多要发货的产品 怎么产出来 厂长 咱可签了不少的供货合同 定金也拿了那么多 是到时候供不上货 关违约金就把咱压死了 郭东海一直憋着没出手 原来是想跟咱们死磕 厂长 国际诉讼这个官司 要是打输了的话 不仅国有采购的合作方 要全面退货索赔 低退业务也无法进展 而且 我们要赔瑞克集团 一笔天文数字的赔款 要是 大人 国际 你别激动 等我们在呢 你要干什么 放身在这儿 钟柏林 您涉嫌故意伤害队 这是拘留证 跟我们走吧 我伤害谁了 我伤害谁了 王警局 走 你给我下探的是吧 警察 警察搞男女 警察 他打人就都不管了 沐建峰 就算赢 咱只是证明没有提 沐建峰 我跟你说啊 这官司一定要打 一定要跟那个瑞克打到底 总工 您先坐下 慢慢说 别着急 我不坐 我来就是要说一句话 我们没有侵权 我们没有窃取他们的技术 绝对没有 您放心 这个官司无论有多么困难 咱都要打 不为别的 就是为了一口气 咱也要打到底 只要有你这一句话 我就是拼了老命 我也要跟他们干到底 好 但是您也别太激动了 行吗 你放心啊 这官司 你们该怎么打怎么打 可这研发工作 一定不能停啊 咱们 总不能老是跟在 外国人的屁股后面吧 他们不是说 我们窃取他们的技术吗 凭什么呀 他们不就是一样地说 他们的技术水平 一直在我们的前面吗 我这回呀 倒要让他们看看 只要我们 这次新型的 交换机能够研发成功了 我们就能够把他们 甩在后面了 到时候啊 看他们怎么说 老孙 来 你全力配合书总工 做研发 嗯 刘伯扬勇 怎么腾出手来 一定要跟瑞克打到底 好 好 好 喂 抱歉啊 我昨天晚上失约了 没事 你没有生我的气吧 没有 真没事 我就是有点累了 现在想休息一下了 昨天晚上是因为 文婷出了点事 所以我才会失约的 文婷出事了 她很严重吗 很严重的 她现在 谁都不认识了 那好吧 那你好好休息一下吧 还有就是 这点时间 我可能不能去见你下班了 你 你 你没事吧 真没事吧 很快就会过去的 你放心吧 你自己要保重身体 听到没有 好 拜拜 那我 刚才说一说 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 他们是几个 凡是要看我们 有天理没天理 一定要跟他打官司 对啊 对啊 走 走 出声门给他 朱教授 怎么样了 朱教授 朱教授 您没事吧 见过无耻的 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呀 朱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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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小心点 来 快 小玉 小心 朱教授 坚持 坚持住 快 快 快 怎么了 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了 朱教授不行了 快 快 快 市长先送一件路线 到外面路线 我来 朱教授 朱教授 请 请 朱教授 我是莫莉 你听得见吗 朱教授 请 请 朱教授 朱教授 我是莫莉 你听得见吗 朱教授 朱教授 别着急 别着急 你想说什么 朱教授 朱教授 adjustment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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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大超 舒大超 莫主任 舒大超请 舒大超 莫主任 别人您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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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长 你别太自责了 这事不怪你 要怪也只能怪瑞克 我 我 我不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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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冲 我不会让你拍死的 冲冲 冲冲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书教授临走的时候 说了三个字 我没头 是什么意思啊 是锐克集团 锐克集团气死我们 是我们剽窃了他们的技术 书总共就是因为这个事 才掩不下这口气的 莫主任 怎么通知他的家书 他没有家书 工程应该就是他的家 我先去到太平洁 我跟他们商量一下 我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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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非要坚持专业的 是我非要让书教授回来的 他要是不回来的话 也就不会要了他的命了 别这么责怪自己 那也是他的梦想 不都是为了你 对吗 我失去了我们的大脑 我失去了 我父亲一样的伙伴 书教授是你们的大脑 沐建峰 你是你们藏的灵魂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要还自己清白 保住你们厂的荣誉 让这个厂活下去 做大 做好 就才是书教授想看见他 你先回去吧 我回城里了 好好的 好 放心吧 放心吧 我会好好的 我走了 我又会走了 郭总 外面 莫女士找您 没事 郭总 我不让他进 他非得进 对 郭总海 你告诉我为什么 就是为了你口中的利益 利润 扩张 商业板块 还是就是为了报复我 你怎么会有这么卑鄙的手段 卑鄙吗 莫莉 记得在很早以前我就跟你说过 这是商场 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要治人而不治于人 那就得宣法治人 我只是按规则办事 有什么不对啊 赶上战场 那就得赶死 你的规则是什么 没准阳性 颠倒黑白 不择手段 良心 行了 别再给你的理想主义的失败遮羞了 我跟那个沐建峰不一样 我呢 不需要这种无聊的卫商 在商场里啊 只有输和赢 没有高尚与卑劣之分 赢就是赢 输就是输 对不对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呀 为了沐建峰啊 他输了吗 你不是很爱他吗 如果他输了 你还会依然爱他吗 其实啊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 你就是想让我高抬贵手 饶了他 可以 这样的 你把他一块儿带到我这儿来 你们两个人一块儿求我 那说 我这一巴掌不是为我 不是为沐建峰 是为书教授 因为他不能发生了 不能缓解了 他死了 因为你们的恶意重伤 他带着莫须有的罪名 含冤而死 你 你说什么 朱平死了三十年 没有妻儿 没有继续 为了他心中崇高伟大的理想 他奋斗了整整三十年 但是 荣誉是他的命 你知道教授在临走的时候 跟我说的最后几个词是什么吗 我没偷 莫 莫莉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 我真的没想到会这样 这样吧 如果华耀 现在同意收购的话 瑞克的数损 别做梦了 郭东海 我不是来跟你谈条件的 我是来告诉你 华耀不会被你击垮的 沐建峰更不会 你不是一直问我吗 你到底有什么地方不如他 你为他活得堂堂成长 以前我可能不爱你 但是我尊重你 别人只看到了你的好出身 我看到了你的自律 你的奴隶 但是今时今时 你的所作所为 让我看不起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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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家里 莫莉 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等你 等我 出什么事了吗 我想请你帮华耀公司 打一场官司 华耀 沐建峰那个场 对 打官司没问题 首先他得出得起我的律师费 谁让你能亲自出生 你的律师费他出不起 我出 什么情况 瑞克集团 诬告华耀侵权 你怎么能肯定是诬告你 你相信我吗 可法律只相信证据 所以我请你帮忙 他这个男生究竟有什么值得你这样为他付出啊 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沐建峰 还为了书屏教授 一个在中国的通讯行业奋斗了一辈子的老教授 因为瑞克的诬告 一气之下 走了 走了 他去哪儿了 去世了 对不起 你从小生在美国 长在美国 所以你可能不太能理解 我们中国人从小被教育要争气 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 这个争气从来不光是为了自己 为单位争气 为行业争气 为国家争气 因为这两个字 我们在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都会不屈不挠 也因为这两个字 我们说 这个东西是我们做的 就一定是我们做的 尤其是核心技术 你可以理解成 这是被植入我们脑海和胸海的一种气质 包括两单一星 包括中关村的那些高科技的公司 沐建峰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华耀 笼络了一帮有技术 有报复 有理想的人 他们的理想 就是让中国的通讯领先世界 现在瑞克起诉华耀技术侵权 我认为是商业阴谋 华耀被欺负了 被一个强大的外资企业欺负了 所以我希望能尽我自己的一点力量 来帮这个忙 我不光是为了帮沐建峰 我想替中国人 争口气 你的理由听起来很高尚 高尚有错吗 卑鄙才有错 有道理 所以你愿意帮这个忙吗 你都这么说了 我还有什么理由拒绝 你又那么相信我 我帮你答应这个官司 谢谢你 爸 很抱歉 帮不上您的忙 打这种知识产业的国际诉讼 我们没有经验 没关系 没关系 你要是在有这方面的朋友 一定要介绍给我认识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谢谢 我先走了 好好好 慢走 这包 就这儿啊 这也看不出来是个高科技的公司 各位 这可不能看表面的 我请你来了吗 我请她来的 我是看在茉莉的面子上 我才来的 David在国际知识产权诉讼领域 是非常有名的律师 他的合伙人 是只跟跨国公司合作的 在华雅对瑞克的因素上 他会是秘密武器 好吧 对不起 我 刚刚的态度很抱歉 我这几天实在是火上眉毛 那去我办公室好不好 好吧 这场官司的终结结果 输赢不重要 时间才重要 输赢怎么不重要 他们诉我们侵权 我必须要让他们还回清白 清白也不重要 清白为什么不重要 清白是人品 这是华耀的命根子 你华耀现在的命根子不是清白 是时间 这天没法聊了 这场官司你们华耀一定会赢 但当法庭还给你们清白的时候 华耀就已经死了 哎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顾政长 你能坐下来 替你待会把话说完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果然没有听懂我在说什么 瑞克集团之所以 会给你打这场官司 其实就是想用国际诉讼 来托款你们华耀 像这样的官司 对于瑞克这种资本财团来说 还只需要一个 专业的律师团的就够了 而你们华耀呢 则需要漫长的时间来背负债务 经营压力来全力应对 请问沐厂长 你有这么多钱吗 所以说 官司还没有打完 华耀就已经死了 也就是说 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是妄家之控 对吧 对 打不垮你 拖垮你 对于他们的每项指控 你都需要拿出大量的证据 来证明你们没有侵权剽窃他们的技术 这里面大部分的证据 还需要你拿到国际认证机构 来认证 才能成效 这里面产生的费用将会是天文数字 这还不包括你聘请的律师团队 要知道 跟你打这场官司的 可是瑞克这种资本巨厄的专业律师团队 我懂了 所以说 现在你们华耀的命根子不是清白 是如何在诉讼期间 让华耀活下来 打完这场官司 照你这么说 照你这么说 无论怎么样 华耀都是必死无疑了是吧 所以我刚才就问了 你沐厂长有没有这么巨大的财力 让华耀扛过这段漫长的诉讼期呢 谁啊 厂长 一会儿再说 冷静一点 我怎么不冷静啊 你生气发火都是没有意义的 现实就是这样 无耻 我说瑞克 瑞克太无耻了 你的这种愤怒 在这里和在法院 都是没有意义的 气死谁 气死人不常理 你是故意来激怒我的是吗 我来只是想告诉你个常识 当你面临这种无耻的诉讼的时候 你要学会如何让自己活下来 让工厂活下来 气死你有用吗 厂长 一会儿再说 沐建峰 整个华耀的命运在你身上 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 怎么了 那个银行的人来了 张秘书 请 你好 沐厂长 对不起打扰您了 是我对不起 不好意思啊 请坐 不用了 我今天来 主要是来催终止协议的 根据有关规定 我们必须终止和华耀的合作了 对不起了 不是 如果你们现在 银行马上就给华耀断贷的话 那等于直接就判华耀死刑了呀 你们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毕竟这次的合作 牵扯到了国际诉讼 我们银行没有办法 逾越法律来帮助你们了 不过 如果你们能赢得这次的 官司的话 我想 我们银行还是会 全力支持华耀的 你们这些银行 真的是死了 中国有一句成语叫 叫 落井下石 府邸抽薪 雪上加霜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吧 官司还没有打完 这家企业就到 大夫 你们去老孙那儿 把文件准备好 把钱 行 张秉庄 请 对不起了 沐厂长 好 达威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那你们只能去求郭东海了 如果他愿意庭外和解的话 他是不会和解的 他的目的 就是要让华耀死 今天走到追捕 不到目的 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这个官司打也得打 不打也得打 瑞克就像 悬在华耀头上的一把剑 只要他们两剑了 我们就必须要跟他们决一死争